走进会场人潮落意不绝 还有茶饮提供免费试喝 2019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在国庆廉价第一天热闹展开 一大早吸引大批民众前往参观 每一个人带着一个茶杯 每一个摊位 你到那边把杯子拿出来 他就到烘茶给你来喝喝 非常有人情味 茶博会今年迈入第十年 除了有各种特色展馆 还特别增设茶米香馆 让现场民众体验玄米雷茶 感受不一样的茶香口感 喝起来比较顺口 走顺 比较好喝 今年的世界茶博览会 我想我们一起 可以突破去年的五十万人 我们要卖相六十万人来努力 同时产销的金额 去年是六千万 我们今年也能够突破六千万 为期十一天的茶博会 接下来还有千人茶会 千人野餐等热门活动 另外县府也呼吁 可以多加利用免费接驳车前往 不必苦找停车位 也避免塞车问题 解增伟翔南投报道